哈囉,大家好,我是Catherine 謝謝EA讓我們可以提早玩到下個版本的模擬失明4主天使 那關於建築模式,有個大改版要來了 有個關於門窗的大更新、大調整 不在之後的免費更新釋出 就是以往我們的門窗只能按照格線來擺放對吧 雖然說我們可以向下移動,可是我們還是要對著格子 那在上次的綠色生活大改版之後 它新增了門窗,不用按照格線擺放功能 所以我們可以自由地滑動我們的門窗,自由擺放 可是啊,如果說我在蓋房就知道 雖然說我們可以自由擺放 可是每個門窗都還是有它隱藏的格線 有它隱藏的區域 所以說假設我們這個門窗,這個窗戶好了 我們放這裡,它是在兩個格線中間嗎? 我們可以這樣放 可是,如果說我們在旁邊這裡 想要再放個窗戶的話 它會跑出牆壁的白色的石杏邊邊 因為每個門窗,雖然說可以自由擺放 可是它也是有它隱藏格線 隱藏的專屬區域在的 那這個區域裡面,就只能放一個窗戶或一個門 所以以往我在蓋房子的時候 有的時候我想要蓋一個門上面再放一個窗戶 像這樣子,我們是做不到的 那這個格線裡面只能放一個門 或者放一個窗戶,我們只能二則一 如果我們把它同時放一起的話 其中一個就變成石杏的,會被牆壁蓋住 無法正常的通過,無法正常的顯示 那這次的改版之後呢 它變成了真正的完全自由了 我們可以任意的擺放窗戶 任意的擺放門 門窗完全的不受任何的限制啊 是不是超酷的 所以它真的是完全的不按照格線了 沒有什麼隱藏格線了,完全沒有 我們可以一格裡面,想要放幾個窗戶就放幾個窗戶 如果我們想的話可以放這麼多個 有沒有完全的隨便擺放,完全沒有限制 而且最棒的是,我們門也可以同時放啊 這個功能超重要的 因為有的時候一些牆壁它真的是很高 我覺得它上面可以再放個窗戶 可是以往就完全不行,超可惜的 那現在門上面也給放窗戶了 這功能真的太棒了 然後像這個窗戶以往 它也是這個窗戶裡面直接放一個 不可能像我們現在這個樣子放三個一起 如果說我們放三個的話 其他兩個就不會正常顯示 那現在,完全給機構擺放 完全正常 是不是超酷的 我想要這樣的功能想要很久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建築模式上的一個重要更新啊 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實用 所以目前看來啊,建築功能 我覺得其實重要更新都有了 可能還缺了一個東西就是 沒辦法幫天花板著色 我希望未來能夠幫天花板著色 因為每次蓋房看到那個白色天花板有點痛苦 所以希望這個功能未來可以增加 好吧,那這個就是關於即將到來的 建築模式門窗的大改版更新內容 是之後免費更新會新增的 那這個免費更新什麼就出 照理來說應該是在星期大戰的照片 正式試出之前應該會先更新 我覺得這功能超重要的 正非常實用 會大幅度的增加澳門 蓋房建築的自由性 那你們覺得建築模式還有什麼功能需要改善 需要更新? 我目前想到的是天花板嗎? 對,天花板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好,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讚喔 會給我很大的鼓勵 非常感謝你支持 我會持續更新SIMS的最新消息 所以不要忘記按下訂閱 開啟鈴鐺就可以收到通知 感謝收看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